執行的轎車通過路口 一輛轎車剛好也從巷口出來左轉 執行轎車車尾受到撞擊 失控衝向路邊 撞到整排停放的機車 黑色轎車受到強力撞擊 車頭底部幾乎全毀 遭撞的機車全部擠成一團如同廢鐵 車禍發生在桃園 陳六街與龍獸街口 左轉轎車應該要里讓執行車 導致兩車碰撞 執行轎車失控衝回路邊18輛機車 同樣刷整排的轎車 發生在新北土城 四號下午四點多 執行轎車騎上路邊停等紅燈的 八輛機車 轎聲車身右側翹起 落地後碾壓騎士 造成兩名騎士身體多處擦錯傷 造勢駕駛凝難 自稱因疲勞駕駛 未注意車前的狀況 導致事故發生 藍色貨車閃避不及 猛力追撞 轎車後擋風玻璃瞬間碎成 蜘蛛網撞 車禍連環撞 還推擠前方的箱形車 仔細一看 藍色貨車駕駛造勢時 左手還拿著手機 疑似邊滑手機邊開車 才會造貨 他沿路來的時候 我就有看他在看手機 事故現場三輛車 追撞成一團 中間的白色轎車 車尾被撞凹 後擋風玻璃也碎裂 地上還有零件碎片 這起連環車禍 發生在花蓮三號早上九點多 肇事的貨車駕駛開車好忙 手還拿著手機 看到前車時 握不穩方向盤 直接撞上 索性這起連環車禍 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接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